三 二 一起 入选全球20家最美书店的 东京代官山鸟屋书店 海外第一号分店 在台北信义区开幕 打破书店的禁忌 提供消费者边阅读边用餐的环境 店内共有15000多本书籍可供阅读 但相较于鸟屋书店的本店 有4000坪之大 台北店只有160多坪 空间显得比较局促 还不错 说真的日本那个很大 但是它那个气氛差不多 因为它在日本也都有咖啡厅 都可以吃 然后也都有椅子 那第一家店我们的禅书 不能像日本 他们的代官山本店那么大 他们有4000坪 所以它的禅书量已经超越Amazon 等于是有50万册 但是初期我是觉得 163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如果说发现台湾的阅读习惯 慢慢在改进以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再扣大书籍的规模 这家位于百货商场的海外一号店 由台湾影视业者和日本CCC集团 携手开设 业者表示日本人一年平均阅读 至少8本书是台湾人的4倍之多 期盼透过良好的阅读环境 来提升台湾人的阅读风气 不过同样主打生活风格 也被外界视为正面挑战台湾书店龙头 大家都在发展lifestyle 成品有他们成品的发展 而且成品已经很成功 它甚至在大陆 展了好几个店都很成功 但是我们是不同形态的 应该不会互相竞争 而是走不同的路线 大家共存共荣 结合餐饮和阅读的日本书店 并非只有这一家 无印良品日前也落脚台湾 开设旗舰书店 年假期间若想好好阅读 充实自己 选择也变得相当多元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张亚廷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